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小村庄叫世根庄 从小家里是个乌龙的家庭 家境也比较清寒 在小学毕业之后呢 父亲跟我公共坚持 必须要进入这个华文学校来念书 所以呢就去到巴胜兵华中学就读 在巴胜也住了七年的时间 毕业之后呢就到台湾来就学 那为什么到台湾来呢 我在当下对台湾的印象是 台湾那时在马来西亚有很多投资 台湾的经济社会非常的富裕 台湾的轻工业非常发达 电子工业也在蓬勃发展 当初呢我是透过乔委会海湾年召 马来西亚的留台总会安排申请 然后呢到台湾来念书 到台湾之后就直接到家庸大学 在学校里面呢有受到 乔委会分在这个家庸大学里面的 单位特别的很多照顾 特别是学校的这个教官啊 等等的给我们很大支持 那在遇到呢这个经济 比较困难的时候呢 乔委会有特别的一个 款项来安排呢 我们可以在家庸大学里面攻读 对于学校呢 家庸大学最大的感受就是 老师呢非常照顾我们乔生 特别家庆平寒的 那遇到呢这个困难的时候呢 教官室啦学校啦也很愿意给我们来提供这个方面帮助 因为家庸大学靠近科学园区所接收到的技术都是当下的 也因为呢在家庸大学研究所跟老师做的题目 接触到快散记忆题 这对我们后面的创业呢 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奠基 所以毕业之后呢 因缘际会就跟同学成立了全年电子 全年电子呢成立在2000年11月 从成立当下呢 我们只由人意募集到新台币3000万的资本 那开始呢从事呢各种电脑周边的开发 在2001年的时候呢 因为有欧洲的贸易商有来借助我们 希望我们设计出一个外界式的USB的存储的一个产品 在短短5个月之内呢 我们就从无到有把产品把它做出来 也因为呢这个产品呢 让公司很快的就达到这个获利 然后公司呢快速的一个成长 之后呢我们开始的密集的投入研发的转型 开始呢招募更多的优秀的 联系鞋子加入全年电子 从早期的USB 后来到快闪记忆卡 到EMMC 在手机的应用 在IoT应用 在汽车应用 到今天为止呢我们的产品 横跨了各种各样的存储 我们呢也希望本正呢在台湾生根 往全球发展 最应为傲的就是因为有母校的栽培 那公司创业之后呢也得到了母校的乔生的加入 公司到目前为止呢研发呢有30% 也来自于江湖大学母校 这对我们呢在公司的成立帮助 还有成长过程当中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在马来西亚传统的华人社会里面呢 过去确实很长时间里面都认为 高等教育必须要受英文的教育才是正统的 非英文教育就是一个不正统的一个高等教育 所以很多华人社会里面家长呢 在经济能力许可情况底下呢都会往欧美澳洲方向去深造 我想这个观念呢这么长期以来希望大家可以能够有所的改变 台湾今天呢在高等教育里面特别在电子 资讯电机生物科技农业改良等等 其实都是在全球非常非常领先的一个地位 台湾不只呢提供了所谓的一个教育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台湾现在已经全球 在这些电子资讯产业里面呢不可阔切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到台湾求学呢基本上可以学以自用 从学校所学的很快的进入台湾的这个产业 可以马上接轨到美国欧洲日本甚至中国大陆 当下成功来自于过去呢把每件事情把它做好 所以我们成功但是呢我们也不可以懈怠 如果开始懈怠呢明年今天呢我们就可能是一个 失败的一个局面 所以用这个来鞭策我们自己呢 我们公司所有同仁每一个时刻都战战兢兢的 把每件事情把它做好 很感谢呢乔委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在2023年搬出了这个杰出校友 感谢乔委会 没有乔委会 没有办法呢能够到台湾来顺利的求学工作 那达到今天的一个至少公司的一个规模 非常感谢也感动 那我们呢未来更希望能够做出更好成绩来回馈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给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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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华民国政府给我们的支持 不论